大家好,今天要和大家繼續閱讀的是 《每天演豪一個情緒穩定的大人》 所謂的代溝,其實是還未來得及理解的愛 春節放假,R小姐帶著兩歲大的兒子回去梁家 吃完晚餐後,R小姐在餓室敷著面膜 聽見爸爸媽媽在客廳裡閒聊 她爸爸對她媽媽說 明天去老你家,把你的外孫抱去吧,人多熱鬧啊 媽媽回答,我才不抱啊,又不是我兒子 抱去哪就去哪? R小姐掩著眼睛,忍著笑話 那行啊,你抱我去吧,我是你的小朋友啊 R小姐一家完全可以拍一部家庭喜劇 小學的時候,R小姐家並不富裕 為了多點零用錢,R小姐騙她媽媽說 學校要開一個藝術班,芭蕾舞,國學,圍棋,電腦,什麼都教,特別划 一個月才3元人民幣 結果是她媽媽一邊瘋狂地笑一邊打她 蛤?3元人民幣?你當你媽媽傻嗎? 大學畢業的時候,為了做家裡最懶,收入最低的人 R小姐經常被她爸爸嫌棄 但凡她去廁所耐久了,玩手機的時候笑了,梳化上的枯筋跌到地板 垃圾桶快滿了,她爸爸也會說她 又有一年春節,回到家裡,她兩手空空地進了門口 她媽媽一邊忙著幫她們煮飯,一邊嫌棄她 你都二十多歲了,回家也不帶禮物,為何這麼不要臉? 她一邊忍著笑地回覆,不要臉又怎樣?不用省錢嗎? R小姐也會找一些事情來反擊,比如吃飯的時候 提醒她媽媽放少點醬油,結果她媽媽直接把飯菜和碗筷收起 並告訴她,那你自己煮來吃吧 那天晚上,她還在洗衣機上看到她媽媽 揀她自己的髒衣出來,旁邊還貼著一張紙條 但她洗衣粉放多了不好,你的衣服都是你自己洗 又會說她爸爸不應該吃煙,結果她爸爸一面傲嬌地回應她 那你出去找一個不吃煙的爸爸,現在我們斷絕關係好不好? 生活費不要給你了,好不好? 打還打,罵還罵,嫌棄還嫌棄 但實際上,R小姐的爸爸媽媽非常愛她,也非常開明 在她上學這十幾年間,她爸爸總是抽時間陪她玩 她爸爸經常說,你該玩的時候一定要勁玩,不是的話,你一下子就會長大 她找工作的時候,她媽媽說,你自己喜歡就可以了,反正我們又不是指望你來養 她第一次辭職後,她爸爸慫恿她出去願行 你以後經商就是去找商機,以後學藝就是去找靈感 如果以後你想做一個普通人,那你就去找真正的快樂吧 在她被一堆親戚催婚的時候,她媽媽非常認真地跟她說 不用急的,這些今天娶你結婚的人,跟你明天過得好不好 然後勸你不要離婚的人,是同一班人 看到沒有?一個家庭比孩子最好的牌,不是家財萬貫 不是位高權重,而是堅固堅實 是法治內心的那種喜悅感 反之,一個家庭比孩子最爛的牌,不是窮困療倒 不是人微言輕,而是自卑 是黑盡骨子女的自我討厭 我見過很多父母要求子女必須這樣做 同時不可以這樣做 他們把子女視為私有財產,視為他們人生的續集 子女只有你多大,和你才多壞,這兩種年齡 並且這兩種年齡仍會看情況而定 當父母需要展示自己的權威時候,便會問 你多少歲呀?當父母需要孩子來背鍋時,又會說 你都多大了 子女既不反抗,亦不可以有自己的個性 只能無條件地服從 父母喜歡的才算是愛好,其他的屬於換物喪治 父母覺得好的才是談戀愛,其他的互鬧 他們不在乎孩子過得快不快樂,有什麼真實的想法 不理解孩子為什麼哭或者為什麼笑 一看到孩子哭,就會狠狠地罵他 一看到孩子在笑,就會無情地潑冷水 沒有交流、溝通,只有命令、冷漠 他們培養出一個抑壓、委屈、氣悶、沒有鮮明性格的特徵 處處逃避,時事隱藏真相自我的孩子 這些人可能沒有吹,可能沒有用 看似得到父母的恩寵,其實積存的是怨恨 我也見過很多子女指責父母不可以這樣說 這樣想不對,嫌棄這些東西實在太老土 那些東西實在太寒酸 把父母視為生活的錯,視為自由的敵人 他們既看不慣父母的生活方法,也接受不了父母的想法 父母在他們眼中,除了給他們生命,就剩下錢 於是自懂事後,很多子女就不會再把父母變成英雄 甚至還擔心自己會娶一個像媽媽一樣麻煩的女人 會害怕自己嫁一個像爸爸一樣沒用的男人 於是子女抱怨父母,為何你不可以像其他人的父母那麼開明? 父母就埋怨孩子,為何你就不可以像別人的小朋友那麼優秀? 等到父母明白孩子的感受的時候,孩子已經走到遠遠了 等到孩子懂得父母愛的時候,父母已經老得像一張舊報紙一樣 所謂的代溝就是子女無法感受到父母的用心良苦 父母也無法理解子女的真實感受 就是我做了什麼你都看不慣,你說了什麼我都不想聽 電影《原理陌生人》裡面有一個小細節,大致是這樣的 一個17歲的少女拍拖,男朋友邀請她去家座客 並暗示家家長不在 女生很清楚,這不是簡單的見面聊天 她們兩個可能會發生關係 於是,少女就跟她爸爸打電話 非常誠實地說出了她面臨的選擇和擔心 少女說,我很喜歡她,但我沒想過這麼早就跟她發生關係 如果我不去,又怕她會不高興,我不知道要怎麼做 她的爸爸聽完後非常坦誠地跟她說 親愛的,你不可以因為怕她不高興就跟她發生關係 這不是理由,你要明白,這是你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時刻 是你會銘記一生的事情,我當然不會支持你去,因為你還小 但如果你以後想起這個時刻,無論這段感情的結果如何 你都會笑的話,那你就去吧 但如果你不是這樣想的,又或者你現在還是不太確定 那你就不要去了 想像一下,如果你是家長,聽到孩子非常誠實地跟你說這個事情 你會有什麼反應?會瘋了?聲音會不會不自覺地提高? 然後老佛充觀地對著孩子說 你的腦子是不是壞了?不可以去,絕對不可以去 如果你去了,就不要認我這個媽媽或者爸爸,也不要再回家了 還是會失望,眉毛緊鎖,臉色形狀 然後話女大廁說,你還要不要臉?你不要我也要啊 還是直接無事,繼續做手上的事呢? 然後就好像什麼都沒聽過一樣冷漠地說 隨便你啦,想怎樣就怎樣,我不理你了 又或者好像電影的爸爸一樣,能夠心平氣和地聽完 然後給出中肯的分析,以及不失偏普的建議 想像一下,如果你就是那個十七歲的少女 你會跟自己的父母誠實說明這一切嗎?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不會 先不要說這種人生大事,有很多在小事上面 很多子女都是天生說謊的大事 比如說,小時候考試考衰了,回到家裡 你一面認真地對你爸爸說 老師說了,這次卷特別難,考到55分已經很不容易了 最高分好像才66分 你還會一面為難地跟你媽媽說 老師說了,這次考試不做排名 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考第幾 因為你知道,如果說真話 那你下次的假期將會無比難過 比如說,大學拍拖,不夠錢花費 你可能會跟你媽媽說 下個月要報一個補習班 學校運動會快到了,我想買一雙跑鞋 因為你知道,如果以拍拖為理由 那錢肯定是不會給你的 人之所以會選擇說謊 是因為他權衡了利弊之後發現 誠實等於源源不絕的判斷再加難以忍受的抱怨 而說謊可以得到大機率的平靜,加可能會有的好處 所以當你因為別人說謊而準備爆債的時候 請你一定要先好問問自己 如果對方說了真話,我會選擇理解並原諒嗎? 如果答案是不會,請你再次追問自己 他憑什麼要聽我說真話呢? 說得不是正常嗎? 所謂的代溝就是子女無數的心事 卻不可以向時時準備要審判自己的父母坦路 A接到了媽媽的電話 第二是想讓A幫忙買一款健康鞋墊 說身邊有好幾個老太太都在用,特別好用 兩千多人民幣一對 A上網查了一會 然後就用醫療原理行銷策略 以及類似的案例來告訴他媽媽 這件事肯定是騙人的 說了足足有半小時,有理有據 到最後A問,你聽明白了嗎? 她媽媽嘆了一口氣,完全明白 然後補了一句,都說養兒防怒 原來都是騙人 B的媽媽很喜歡電視購物 有一次她媽媽在家裡,她媽媽告訴B 我看電視購物頻道買了一款超低的包包 你看一下,超級明星訂製款 原價一萬九千八百人民幣 我只是用了九百九十八人民幣 B當然知道媽媽上當 但她沒有拆穿,而表現得非常驚喜 媽,你真是太有眼光 這個包包值得啊 她媽媽高興足足半年 烤信是講道理嗎? 是明辨真理嗎? 不是 真正的烤信就是不用急著對自己的父母說教 就是找在他們犯一些低級的錯誤 讓他們說一些你不認同,但他們堅信不義的話 令他們做一些你不喜歡,但他們非常熱愛的事 真正的烤信就是把自己變成父母的雙腿和雙眼 去他們沒去過的地方 看他們沒看過的風景 然後向他們分享自己的見聞和世界變化 並且找機會帶他們去看看 那你呢? 你經常在外漂泊 父母在靜靜的屋裏 而你便安靜地等待父母的通訊錄 有時候他們病了 你只可以等他們康復之後 才可以在身邊的人得知 你很不容易回一轉家 當父母圍著你問東問西的時候 你卻目不轉睛地對著手機的螢幕 然後不耐煩地說了一句 跟你說了你都不明白 他們當然不明白啦 你見識到這個世界的高效率、光鮮、正確的一面 所以你越來越難以理解 你父母為何會輕易地犯這些錯誤 會被某一些存在明顯漏洞的騙局騙倒 你讀過各式各樣的例子文章 聽過各種各樣的熱血故事 所以你認定了時間給什麼都珍貴 所以你理解不到為何父母不厭其煩地要求我們死坑死底 所以你看不慣父母為了省錢 而做一些力不討好的事 你越來越有主見和判斷 對世界的認知越來越豐富 對自己的人生規劃越來越清晰 所以你聽不進父母的告解 甚至對他們的虛寒紋亂感到煩厭 所謂的代溝原本是不存在的 只是不想說的話太多 就有了代溝 有個大四的女生說 剛剛上大學的時候我已經18歲 但是爸爸媽媽還是好像對待幼稚園一樣對待我 要求我晚上六點之前必須回家 很長的一段時間裡 我都覺得他們很保守 理解不到也忍受不到 直到我最好的朋友最近出了事 我先理解父母的用心良苦 因為意外和明天 真的不知道哪一個會先來 有個上高中的男生說 偶然會覺得說話粗魯 喜歡討價還價的媽媽好丟價 連最基本的面子和尊嚴都不要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不喜歡媽媽 不喜歡她來參加我的家長會 直到我看到她把討價還價 省下來的錢全部都用在我身上 我才明白在媽媽心裡比起面子和尊嚴 我才是最重要 有個在異地的學子說 我的爸爸媽媽總是怕這樣怕那樣 一會兒傳一段新聞給我 一會兒傳一段文字給我 告解我不要這樣做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我一直只力於幫他們闢謠 讓他們意識到自己有幾所 直到有一天我拍拖了 還是異對戀 女朋友所在的城市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都會立即轉發新聞提醒她 那一刻我才理解自己的父母 他們不是愚昧 只是太愛我 有個做老師的媽媽說 我教學生做題目 他們總是聽不懂的時候 我真的很想兩巴掌打過去 那一刻我突然就理解 當年爸爸為何總是用不敲我的腦 當時覺得粗心 難過 煩粗 現在才明白 其實是恨鐵不成鋼的無奈 更是望裡成鳳的期望 長大至少有兩個標誌 一、理解父母的不容易 並且迫切地想要回報他們 二、接受父母的不完美 並且無條件地原諒他們 所謂代溝就是父母總高顧了自己對子女的重要性 同時低顧了子女所承受的壓力和痛苦 而子女總是高顧了父母製造的束縛能力 同時低顧了父母為自己著想的程度 想對天下的父母說 你對孩子的付出 注定會超過孩子對你的回報 但是 那並不是意味著 孩子必須活成你所制定的人生 不要動不動就說 我都是為了你好 你真是太令我失望了 不要用自己的愛去綁架一個先活的生命 最失敗的父母 就是既看不到自己的孩子 同時又希望孩子能夠成龍成鳳 就是被孩子帶上無數的枷鎖 同時又希望孩子能夠強大而且快樂 想對天下的子女說 你的媽媽當年都是雜萬千寵愛在一生的小仙女 你的爸爸都是當年滿腔熱血的偏偏少年 曾經的他們和現在的你一樣 臭美、自戀、虛榮 所以他們都會犯錯 會自私、會手忙腳亂、會崩潰無助 父母都是第一次做父母 你都是第一次做子女 誰可以保證自己不犯錯呢? 在你習慣父母獨行獨斷 瞞不講你的時候 我希望你提醒自己 他們不是完美的大人 自己都不是完美的小孩 不爭的事實 他們用逝去的方話 來換你摧殘的人生 而你的風話精貌換來的 是他們的風俗殘廉 所謂的代溝 其實都是還未來得及被理解的愛 今天的閱讀就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